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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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战战役告结后 他们通过反复交涉 成功地举行了春节联欢会 在开春节联欢会的同时 拥有20多名具有成员的铁窗施舍 宣高成立 虽然所作大部分诗篇 在十一二十七大屠杀中被焚毁 但遗留下来的20多篇 偏偏雄魂壮阔 想撤云霄 这一幕幕展现在眼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乌不是对记者疑惑的最好解答 这些英雄大都牺牲在黎明前夕 但他们敢于斗争 乐观积极 不怕牺牲的精神 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更需要我们有坚定的与小信念做支撑 红颜精神蕴含着党的思想 组织 作风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为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提供了历史境界 也是我们今天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重塑封清气政政治生态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 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中心拥护 永远自博革命 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恒博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革命系列在斗争中所培育和实践的红颜精神 为今天的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老季使命提供了可效仿的典范 红颜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和索具 一片单心向阳开 走在红颜环黄场上 二边传来红梅赞的乐曲声 李后出琴 映衬着大门两旁的赛角梅月发红颜 李后出品的赛角梅月发红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